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家人 我们手中的台办 我们的危机的入市 我们大碟的买点 今天的台办亮灯功涨停 而今天的节目重点之一 1.0要告诉大家 我有一档标的要公开 这档标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样子的标的能够在今天行情震荡拉高的过程当中 它能够涨不停 而今天节目的重点之一 第一个 1.0要公开我的操作 大公开台股之优生 很多人都猜到这档标的了 很多人跟我们布局了这样子的标的 因为我在上周四 大盘大跌200点的时候 我危机入市 我告诉你 危机就是转机 我告诉你 我逢低就是大买 我买谁 我买台股之优生 3XXX 很多人猜到咯 因为今天亮灯功涨停 涨不停 那然而今天除了要公开台股之优生之外 还有 我在上个礼拜六 召开了我一年一度的线上演讲会 那很感谢我们所有李宁家族家人对一点的支持 有很多的投资朋友加入了1.0全新的阵容 全新的金钻班 1.0在演讲会里面 告诉大家的五标股之一是谁 台半 5425的台半 我们在上个礼拜四 当他拉回 当他重挫 当他打到103附近的时候 我叫我们的家人 逢低做布局 我叫我们家人 反市场的操作 今天的台半 叮咚 亮灯功涨停 恭喜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 所以现阶段你赚到钱了吗 你有没有跟着我们1.0的投资的操作的策略 赚到一档标的 接着一档标的的掌停办 所以现实的神秘大鲁 记得加入一点的Lite8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填表赶快来索取 好 那当然一开始 我先来告诉大家 1.0的实战实力 是你值得认口的 因为当指数形成的重挫 当个股形成的拉回 我是如何在节目上面告诉你台半 拉回来 缩量 跟上1.0布局的机会 我是如何说 我是如何做 来请你看VCR 今天的飞红 见机 华福 来 注意一下 短线不要再追了 拉回的过程当中 什么时候可以来去做低阶 1.0会告诉大家 那甚至今天的一个好系列 好车店的股票 台半 台半量说拉回来 哪里是机会跟上1.0盘中的指令 跟上1.0盘中的指令 跟上1.0盘中的指令 亲爱的投资朋友们 今天的台半 亮灯工上涨停板 有价有量的股票 今天的台半 直接亮灯工涨停 那我想问的是 你有没有跟上1.0买进的列车 而在昨天拉回来的过程 在上周四大跌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跟上1.0盘中的指令 因为我说过今年要赚钱 不是闭着眼睛乱色飞镖 而是选到好系列的股票 就像台半 好车店 我们轻轻松松在上个礼拜四 买进台半 买在多少 买在103 短短5个交易的时间 就礼拜四 礼拜五 1 2 3 5个交易的时间 轻轻松松我们的台半 就赚了将近12.2% 也就是说 你如果有1.0的讯息 你买在103块到 今天的涨停版 115.5块钱的话 你买10张 台半 你可以赚12.5万 你买100张 你可以赚125万 那我想问的是 今天有没有如同1.0跟大家讲的 它就是翻倍年 但是翻倍年的前提 不是闭着眼睛乱射飞票 而是好的股票 能够在利空测试的过程当中 找寻低接的机会 所以我才会说 今年你一定要跟上1.0赢家的列车 那你会问 1.0啊 为什么你选台半的这档标的 因为我专注产业 台半的这档标的 它接到了德国的大餐 而且它在车用的MOSFI的一个接单量里面 从40V到60V已经逐步的成见成长 再加上它有一个8寸的一个头片 已经来到了一个经济的规模 所以进一步会朝向80V 100V来去做卖进 当你看到好的股票 有好的买点的时候 你就敢大胆的进去布局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上周四 我带我们的家人买在哪里 买在这一波的拉轨 有没有发现到 如果你是新近的家人 你上礼拜把手续办好的家人 台半我就带你买在103块钱 103块钱5个交易的时间 就5天过去了 你的帐上已经10张 多了12万 一般上班族一个月的薪水大概4万 但是你轻轻松松在5天的交易日 就赚到别人将近3个多月的薪水 一般上班族 所以如果你是资金比较大的 买个100张有价有量的台半 100张就好了 轻轻松松你的台半就赚了125万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好系列的股票 而且我会带你一档赚完再赚一档 那也恭喜我们林家族的家人 因为好系列的股票 今天一点你会公开好生活的股票 尤其是台股的资优生 那我的操作是什么 你可以发现到 如果你专注一点的操作 我是一个会买也会卖的人 因为我要让你的资金活化 就像之前的光洁 就像之前的先进光 我们买在没有人关注他的地方 每一次我们只要赚20% 这20%容不容易达到 非常非常的容易 因为光光节也好 先进光也好 一档标的就大赚了三成 甚至四成的幅度 而我今天的台半 轻轻松松五天 又赚了将近12.2% 那我问大家 520的赚钱策略 是不是你接下来翻倍的目标 一定是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1.0 在这一次演讲会之后 我也听到好多好多 参加了其他不负责任的投顾 不负责任的老师的操作 那可能很多老师 他会带你去追涨停板 我不是这样子的 我都是拉回来来去做布局 每天带你冲来冲去 光手续费跟证交税 就已经每个月要输好几万以上 那如果你的老师一天叫 一档至两档以上的话 一个月下来 就会操作20档标的以上 那我问大家 你的声音我听到了 你只有一笔资金 一个月能够操作20档标的 那真的很厉害 但是你的老师天天叫嘛 所以我才会说 我的班别顶多就是3到5档标的 不会超过 所以我们才会有全新的金赚班 1.0给你三大诚信保证 哪三大诚信 第一个 我一次只会做一档 就像台办 我在当天大跌的过程当中 告诉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 103块钱付近买进 那如果我在上周四 我没有买进台办 你是我们的李宁家族的家人 尤其你是白金班 钻石班的家人 你没有收到台办的一个买进的讯息 一样的 你缴的会费我全额退还给你之外 另外我还加倍10倍的价差给大家 你老师不敢这么说啦 因为你老师可能看到今天台办亮灯工掌听办 才跟你讲他很好 但是真正有实力的老师是在 当他跌的时候告诉你 他是机会 这个就是1.0跟全市场老师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说一次我只会做一档 集中火力的操作一般只会有三到五档股票 不会超过 而且我会赚最好赚的一段 我不是死多头 我不是死空头 我会让你的资金一档接着一档股票赚 而且我保证绝对待进待出 我不会像很多死多头老师天天买不停买 一个月下来操作20档标的以上 我不是这种人 我会让你的资金做充分的运用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李宁家族和家人 今天很多人都已经办了续约升级 1.0感谢大家 因为1.0今年要带大家赚大的 而且我说到做到 好的 那借台办之后呢 来 1.0呢每天都会给大家什么 我每天都会给大家丰富的早餐 我的厨艺不错哦 所以我每天都会给大家准备盘前抢先报 我今天盘前抢先报怎么说 我说了 今天的大盘它会延续昨天上涨的力道 挑战了月线 挑战了3月10号的长黑中值的位置 而且微量试问是站稳脚步的关键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今天的大盘呢 量能是比昨天还要再多的 但是呢注意一下 明天早上美联储的利率将会公布 公布之后前高是不是能够带量突破 是接下来操作的关键哦 所以明天将会形成个股的多空分歧 所以在接下来3月底年报要公布 4月底季报 第一季的季报要公布的同时 我会带你去聚焦 像是未来营收成长的好系列的股票 因为你不要只看过去的基本面 你要看到未来的基本面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这一次当指数从3月9号15879 跌到了15186 大跌了将近快700点的同时 我告诉你 我DJ好股票 我告诉你是好产业 哪是好产业 哪是好产业 好AI 好车店 好政策 好生活 我DJ布局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 我大盘的转折点我都能够精准掌握 那就像你今天看到指数大涨了200多点 那短短5个交易的时间 从3月16号到现阶段指数已经涨了将近快600点了 那我想问的是你赚到钱了吗 还是你的股票只是傻傻的等着解套 相反的1.0在你最恐慌最害怕的时候 3月16号当指数大跌200点 打到15186的时候 我是如何事先告知 我是如何斩钉截铁 告诉你 我买股票 请你看VC啊 当你看到了指数的拉回来的时候 赢家早就提前在布局股票了 所以今天来听好 今天在大盘大跌200点的同时 你会问1.0的操作是什么 我的操作就是我买股票 我今天在大盘大跌200点的时候 我买股票 我今天在大盘大跌200点的时候 我买股票 我今天在大盘大跌200点的时候 我买股票 为什么要买 因为你在担心 你在害怕 你不敢做出任何的动作 但是我认为 当你不敢出手的时候 也是好股票 酝酿出好机会的时候 我说过我买股票 等我真的公开了我这档标的的时候 也是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大赚的时候 亲爱的投资朋友 在什么时间点 做什么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3月16号 当指数中错了200点 跌到了15186 就是这一天指标的这一天 你有没有发现到光 5天的交易日指数已经涨得快600点了 5天指数涨了600点 我们手中的股票今天有两支攻上涨停板 第一支要台半 第二支叫做台股之优胜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你如何在最恐慌的时候做出最正确的决定 但是往往你最害怕最恐慌 当利空不断 当很多人都在恐吓你 戏股银行 瑞士信贷 会引发出下一个金融海啸的时候 1.0有没有事先来告诉大家 我大跌我买股票 我中错我买好个股票 尤其这档标的台股的支优胜 等我真的公开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 大赚的时候 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今天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为什么 因为这一档标的上个礼拜五 他亮灯功涨停板之后 随即报了一个大量 今天又再度的亮灯功涨停 那为什么我要买这档标的 看仔细 一字不漏喔 我的节目是有延续性的 而不是像你的老师每天乱色飞标 只要涨停板就拿出来讲 我不是这样的人 我会集中持股 带你火力全开 重点是只有好的股票 才能够经得起大盘的震荡 才能经得起大盘的拉回 重点是 好系列的股票 台股支优胜 你跟了吗 你赚到了吗 那有不少的好朋友 我们看到K线图 都知道是哪一档 因为我还特别写的肢 优胜 那是哪一档 我等下会公布大家 那我说过这档标的 我有拜访过 那我是一个长辈员很好的人 真的 因为通常喔 公司的高层 公司的老板 看到1.0去拜访 我觉得我有一种魔力 会让公司的高层 把他们里面的很机密的东西 来告诉我 所以我说过 当我拜访过的公司 你不要小看 就像去年的高丽 60几块 70几块 没有人发现它的收 我事先的掌握到高丽的起涨位间 等到高丽从60几块 70几块 从二字头来到了三字头的时候 全市场老师又要跟你讲 高丽很好了 那这档标的台股的支优胜 有未来的产业利多消息 重点是它会复制什么 它会复制之前的先进光 之前的光节大赚的模式 好 这档标的筹码相当的集中 第一季营收落底 第二季营收将会成长 这个叫做未来的基本面 礼拜五亮灯共涨停板 我今天要公开 它到底是一张什么样子的股票 期待吗 想要知道吗 三叉叉择抬股之优胜大公开 就是现在 来看仔细 它是谁 3217的优群 我不是因为今天它涨停板 我才跟大家讲 我早就提前掌握这支股票 我们所有领寧家族的家人 都可以帮易姐你做见证 如果在上周优群拉回来的时候 我没有带你买 甚至昨天新进来的家人 我没有带你买优群的话 听好 你所缴的汇费 我全额退还给你之外 另外我加倍10倍的汇期给大家 没有人敢那么说 真的没有 因为1.0真的是说到做到 我希望替头顾市场 立一个清流的标杆 说到做到的标杆 而不是吹牛的标杆 我们领寧家族家人 都可以帮1.0做见证 台股的支优生 优群3217 我昨天还特别给大家 瞇一下牌有没有 来 麦克帆 瞇一下牌 K线我给大家看有没有 有不少家人真的 偷偷看到自己去买了 你有买到你赚到 但是如果你是我们的家族家人 你可以买在 103以下 甚至90几 90几块的一个好买点 那我说过右脚出量 它代表行情才刚开始 当短天期的月线穿过于长天期的年限的时候 它代表中托行情准备启动 今天亮灯叮咚 两天两支的涨停板 即上周五公涨停之后 今天叮咚 两天两支的涨停板 我们买在哪里 我们买在98块钱附近 尤其在大跌的时候 我告诉我们李宁家族家人去做买进 我们李宁家族家人很可爱 光这一档U群 短短5个交易的时间 就轻轻松松 赚了将近15% 今天又再度的亮灯涨停了 所以我们从98块钱 布局到今天的涨停板 113块钱 10张的U群 你可以赚多少 你可以赚将近15万 你100张的U群 你可以赚150万的价差 那我想问的是 今年是不是你的翻倍年 当然是你的翻倍年 那我们有个清代的杨先生 千万资产以上的 这上一次跟上1.0 买进光节 买进先进光大赚之后 大家知道 我们的清代家人 资产蛮多的 去买了一台宾室之后 今天的台办也好 U群也好 叮咚 亮灯工掌停板 他现在告诉1.0说 他已经在左手看 大安区的房子了 有车有房 生活美满 投资的事情交给1.0 如果你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你报上报下 你的股票 没有像1.0所说的 台办U群亮灯工掌停板 你还在傻傻的解套 你还在过去的空头思维里面 你对于投资失去信心的人 请你一定要来找我 因为我有信心 带你赚钱 因为有赚钱 你就可以解千丑 你就可以吃着下饭睡着着觉 就像我们千万资金的杨先生 清代家人杨先生 买了宾室之后 紧接着要去大安区来去看房 这个就是投资的快乐嘛 所以相信我 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杨先生做得到 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都可以做到 你也一定做得到 你需要一个人 需要像什么样子 需要像这样子1.0 看得懂做得对 而且事先带你掌握的人 好 那当然今天呢 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听好 我们今天有序约升级 那如果你认同1.0的操作 你想要你还有更多的资金 你想要赚多一点 你想要复制台办U群的 这样子的赚钱模式 今天的续约升级的活动 记得跟我们的服务人员 来去做联络喔 好的 那当然呢 我们有位家人 非常非常的可爱 他今天特别跟我分享 他的赚钱喜悦 他说经历过去年的空头洗礼之后 老实说 他去年真的是 买卖股票 非常非常的犹豫不决 志同真1.0赚到了 像是光洁 我们赚到将近四成嘛 先进光赚了将近块 35% 以及今天的台办亮灯公 涨停板 还有 还有这个U群 台股之U生 连续两天两次涨停板了 他跟1.0讲说 他真的没有办法表达 他现在的开心的感觉 赚钱真的很开心 我知道 那这个是1.0的责任 我带你赚钱 你的梦想就在眼前 从他2月份加入1.0到现阶段 他已经赚到了房屋的头期款了 如果你有房贷的人 如果你想要资金翻倍的人 你请你来找我 而且我发现我们的邻家族 都很喜欢看大安区 因为大安区的房价还蛮保值的 那也算是有资金的人去布局的部分 那当然如果你现阶段 你想要复制接下来的台办 接下来的U群 两天两支的涨停板 跟紧1.0 1.0全新的金钻班 我会带你低阶布局 所以现阶段做一个动作 你想要赚钱 你做一个动作 你跟我们的服务人员说 听好 你跟我们服务人员说 我想要翻倍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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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好 金钻班 关起门来的限量优惠 我今天会分享给大家 那分享的专线 一定要特别去注意 25110777 25110777 因为赢家列车正式展开 好 那当然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如果你想要掌握盘面的主流 你要知道 为什么他能够动 因为AI的扩散效应 今天的夹击 叮咚亮灯工长停板 而夹折的拉回来 他会不会是一个买点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夹折 夹折转投资夹击 那今天的夹折有点亮 回补了缺口 所以这一根的一个呢 带亮藏口 只要有手 后续会形成 深蹲再跳的格局 所以我认为 接下来会有很多千金股的走势 那然而 AI的概念 深层式的AI 什么叫做深层式AI 你给他很多的条件 他只会给你一个答案 他需要大数据 他需要资料中心 他需要伺服器 也有工业电脑的加持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今天的夹击 带动了建顺电 也带动了德宏 形成的功高 而高基期的转换到低基期 应该怎么去做 就像今天的旺系 亚翔 形成的低档的转强 接下来要特别去留意 IC设计的个股 像是致源 像是创伪 拉回来的买点 好 那当然今天要特别提醒一下 因为AI很多扩散效应 但是有一些 涨多的 涨了两成三成的 不要乱追 就像什么 就像蒙田 他一点高盘 就像旺九 零一 三商店 甚至零群之偷 短线正乖离过大 都不建议大家再去追高了 好不好 这些要注意一下 那宏基集团 形成的作诈 今天的宏基资讯 叮咚亮灯功涨停 那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昨天来索取限量限时的产业报告 四豪产业的人很多 那今天一定要耐着性质神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给错过上个礼拜 线上演讲会的 你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那当然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老师 第一个我会带你买 而且买在没有人关注他的地方 我会带你卖 我会卖在相对高档的地方 我不敢说我每次都能够卖在最高点 但是我朝这样子的目标来去做前进 就像光泽 光泽的这两标的 我是五字头以下 年线下方带领我们的家人 来去做布局 年线下方很好买 因为当时购没有人发现他 等到了七字头 来到创高的位置 短线正乖离过大 我请我们的家人 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光洁轻轻松松 赚了将近四成 我们林家族家人共同见证 那除了光洁之外 先进光也是 所以如果你是我们的家人 你没有收到像是先进光 买在83块钱的一个讯息 一样的 你所缴的会费 我全额退还给你之外 另外我加倍十倍的会期给大家 为什么敢那么说 因为我说到做到 我不会像很多老师一样 每天拿涨停板的股票 但是会员根本没赚到 而且每天告诉你去追涨停板的股票 结果冲来冲去 手续费 证交税都给 都给券商了 那个没有意义 好 那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操作 第一个我会带你买在 没有人关注他的地方 就像台办 我带你买在利空测试的好买店 就像优群 我带你买在 没有人关注他的地方 优群两天两只攻上涨停板 像是今天的一家 为什么能够攻涨停 来1.0的Lite8 是你现阶段加入了首选 因为我说过 我有盘前响先报 我有每周的全新标股 还有周四的十三零距离 那当然这是1.0的YT 尤其东森的盘中连线 明天也有11点钟到11点20 那如果你现阶段 还没有加入1.0的股市1.0 许玉玲YouTube频道的好朋友们 记得拿起手机 扫一扫 1.0的股市1.0 许玉玲YouTube频道 欢迎的订阅 欢迎的分享 欢迎的按赞 也谢谢我们李玲家序家人 的一点的支持 然而我们一定要知道的是 好车店的个股 它会形成轮动轮涨 尤其在高位的 不要去做乱追 所以今天的东元 叫做1.0高盘 1.0高盘 接近40块钱不进 不追价 采取先卖后买的走势 那像是齐喉 也可以创高之后 先来分批来去做调节 甚至我昨天在节目上面 告诉大家的 昨天1.0在节目上面 怎么说 我说飞鸿 见机滑幅 记得 记得 创高不要再做 所以今天 很多的车店类股 像是飞鸿 形成了创高之扣的拉回 像是见机 形成了预前高的 一个测试 像是滑幅 形成的重挫 这些这些都在1.0昨天盘中 特别特别告诉大家的 好 那当然 为什么今天台铃能够亮灯 能够大涨 因为它有具备着 车 电动车的马达控制器 所以1.0light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小老鼠OK 1788 小老鼠OK 1788 好 那当然我昨天还特别跟大家讲 我这一次的主轴就是四好产业嘛 第一个叫做好AI 第二个叫做好车店 好车店当中 我特别锁定这档标的 因为这档标的 它光MOSFI的这个成长 从40V到60V 再从60V到80V 甚至100V以上 这个东西 对于所谓的好车店的部分 形成台半的103块钱的好买点 所以我也在我们上个礼拜是 提前布局提前掌握 今天亮灯功涨停 所以我才会说5个交易的时间 可以看出来一个老师的真实力 我们光台半轻轻松松 我们就能够10张赚了将近快13万 100张就能够赚了将近125万 这个叫做什么 百万资金放入口袋 好系列的股票1.0会带你一档 接着一档股票赚 那紧接着我会带你买 好政策的乱世出英雄 那今天的U群 第二支亮灯功涨停板 所以我们的杨先生 继上一次的光节先进光 之后先去买兵 是紧接着今天的台半亮灯 今天的U群两天两支的涨停 已经在看大安区的房址了 所以如果你对你的资金 对你的操作失去信心的人 可以来找1.0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跟紧1.0的脚步 因为这一次1.0开了一个全新的金钻班 我会带你DJ布局 只要打电话给我们服务人员 跟我们服务人员说 我想要翻倍赚 来听好 我今天为给你最大的优惠 翻倍赚的专线 赢架列车就此几栋 开始了 开始起跑 明天拉古来带你DJ好股票 复制台半 复制U群 DJ的好买点 最后也预祝我们所有的投资朋友 操作胜利在那前 我们明天投资时间再见 拜拜